大家好 我们身边肯定遇到过一些身体素质比较强的人 自身的免疫力就很好 可能一两年都没有生过什么病 那么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十多年没有生过病的人呢 那我之前就认识一位大姐 这位大姐呢 她自己十多年没有生过病了 从50岁开始 一直到现在已经60多岁了 那么她用什么方法让自己的身体素质这么好呢 据她所说 每天早上她都会坚持去做一件事 这件事可以说是比她早上吃早饭还要重要 就是每天早上坚持按照她的方法去洗脸 这个洗脸的方法 就是首先采用冷水去洗脸 每天用冷水洗脸 她已经坚持了十多年的时间了 虽然现在我们北方的天气是非常的寒冷 哪怕是在最冷的时候 她也坚持去用冷水去洗脸 据她所说 用冷水洗脸 整个人会在一天当中特别的精神 而且冷水洗脸 它会增强我们自己的抵抗能力 同时会收缩我们面部的皮肤的毛孔 能够很好地增强我们皮肤的弹性 除了用冷水洗脸以外 大妈还教给我了三个动作 就是在我们洗脸之前去做一做 就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非常大的好处 怎么去做呢 非常的简单 希望大家能够先点赞 因为大家的点赞多了 这个视频就能够让更多的人去看到 这种好的方法 我们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去学会 首先第一个动作叫做拉耳 怎么做 我们伸出双手 把耳朵向上去拉转 大家看 向上去拉 我们这样去拉动 二十一下 然后我们再向两侧去拉开 两侧拉完之后 然后我们向下 叫做刮耳 同样向下去刮 拉住咱们的耳垂 向下去拽 好 向下 我们一开始 要稍微轻一点 不要太用力 咱们就这样做个二十一下 做完以后 可能刚开始做的人的时候 你的耳朵会微微的发红 甚至会微微的发热 这个都没有关系 都是非常正常的 第二个动作也非常好 叫做推扇跟 怎么去推呢 我们用手的侧面 大家跟着我伸出双手 就是用我们手掌的侧面去推 从哪里开始呢 从我们的嘴角下方 就是我们下巴这个位置 从这咱们向上 向上推 一直来到咱们的扇跟位置 然后沿着向上 由我们的额头的中间 向上推 一直推到咱们的发际线 好 再来一次 向上 来到鼻梁 就是我们的扇跟 这里呢 我们可以推的时候 要稍微轻一点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 向中间去夹的力量 走到鼻梁的时候 我们要向中间去夹 大家看啊 向上 好 夹紧 向上用力去推 好 来到咱们的发际线 这个动作有一点 大家千万要注意 推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从嘴角的下方去推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嘴角下方 会有两条皱纹 叫做奶带纹 如果你有这个皱纹的话 会非常的显老 不好看 我们呢 就要从这里 向上去推 这样推呢 可以改善 咱们嘴角下面的 这个奶带纹 第三个动作就更好了 叫做推脸颊 这个动作非常适合那些爱美的女性 因为它能紧致皮肤 使你的皮肤光滑又弹性 大家呢 跟着我 咱们伸出双手 然后呢 我们只用这三根手指 这三根手指 放到咱们下巴这个位置 然后向上去推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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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向上 来到咱们这个太阳穴的位置 来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手要用力的 有一个向下压的这么一个力量 向下压 然后向上去推 一直来到咱们发肌线的位置 好 然后再来一次 从下巴向上去推 好 向上 来到太阳穴 然后再向上去推 这里呢 我们在刚开始推的时候 三根手指要分开 分开放到脸颊 然后向上 向上 来到太阳穴的时候 我们再并拢 我们的手指 向上去推 同样 这个动作呢 咱们做21次 三个动作 咱们做完以后 你就会感觉你整个头啊 会非常的轻松 耳朵上面也会微微的发热 同时呢 再把这个冷水洗脸 一起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活当中 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呢 我感觉是非常的好 一共三个步骤 一个步骤 咱们都不能少 对咱们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都会带来很好的帮助 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因为我的视频 有非常多的方法 也许未来会给大家提供 非常巨大的帮助 同时呢 大家记得点赞 然后转发出去 分享给家人和朋友 咱们通过视频去帮助更多的人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